大家早晨 不是早晨,不好意思,是下午了 今天就是2018年最後一天 12月31日 這個是我們每逢星期一、三、五的清談直播 2018年少於一天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2019年快來到 所以審台獎希望可以在這裡 重組一下我們這個網台的發展 已經有半年了,開始了半年 是時候要作一個中途的檢討 看看我們現在的成績 還有未來這一年有什麼改善 這個網台主要來說 都是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訴訟的律師 民事訴訟的律師 在美國加州這裡 所以很多時候我的題目 都是圍繞著一些法律上的東西 那法律是什麼呢? 法律就是說 約束人去做某一些事情的一種方法 所以很多時候呢 法律都不外乎要涉及到人的 所以我時不時都會講人的 講不同的案例 分享一下不同人的一些經歷 制遇 譬如好像 上次我跟大家講的案例分析 就是關於Katy Perry的歌手 怎樣跟另外一個有錢的女人 去爭一個物業 這些都是涉及到法律 以及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合約 的糾紛 所以接下來我會繼續 秉承著我的承諾 就會跟大家分享更多 關於這一類型的資訊 因為我知道 在灣區這裡很多聽眾 都是很有興趣的 對於這一方面的事情 另外呢 就是關於時事 時事呢 平時我都比較少講些 但是接下來2019年 我會開始 就會講多些的了 譬如最近呢 我看著一本書 叫做《Ship of Fools》 《Ship of Fools》 就是由這個Tucker Carlson 寫作的 這位作者呢 就是Fox News的一位記者 Fox大家都知道是 偏向共和黨多一些的 一間傳媒公司 這樣 Anyway 我看很多這些 不同的記者寫的書 然後呢 就吸收他們一些的看法 然後也都會作出我自己 本人的獨立的分析 然後呢 就在外在灣區 跟大家分享 那這件事呢 在2019年 我就會再做多一些的了 那就是 去評論其他的 所謂這些的記者 他們的一些言論 在這個媒體上高 那因為呢 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很重要的呢 就是我們踏入了這個 數碼時代 那很多時候 那些報館啊 或者記者啊 他們都改變 他們的採訪方法 那現在 隨著這個社交媒體的發展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他們發出一些的言論 未必一定是真實 又或者未必一定是中立 未必一定是中肯的 那所以呢 沈律師呢 我自己本人呢 的工作呢 就是呢 如果我們去盤問一個證人的時候呢 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呢 在開頭的時候呢 去了解一下這個證人 他們作供的心態啦 他們的動機啦 他們的背景啦 他們的教育程度啦 他們的經驗啦 考慮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後才去描述他們的testimony 的意思呢 就是在他們的口供那裏呢 就作出一個評估 就 斷定 究竟他們的作供呢 是有幾可靠 有 可信性有幾高 因為呢 作為我們在法律界的人士呢 我們大多數 即不是說大多數 我們基本上 所有的法律界人士呢 都已經接受了一個事實呢 就是人呢 講話呢 不是經常都是講實話的 不是經常都講真話的 那這個是呢 是我們自然的人的本性啦 OK 但是如果我們在法庭那裏 去依賴一些人的作供 去判案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的環節呢 就是要斷定究竟這個人呢 他的講話呢 是不是可靠 是不是屬實 是不是有其他的動機 去令他們講大話 又或者將某一些事情誇張 誇大 又或者去低調他 這樣 即是downplay他 那所以呢 我會利用我這個技能呢 就在這個傳媒的媒體界那裏呢 去分析一下不同人的講法 就給我們的觀眾呢 一個更加深入 更加多一種不同的看法 多一個angle去看一件事 OK 那這個就是審台長 可以做得到的 譬如現在最近很Hit的話題 就是這個邊境圍場 OK 特朗普希望可以建立一個邊境圍場 OK 那這個topic是很複雜的 OK 不是說一言兩語就可以解釋得到的 OK 所以這一方面呢 審台長呢 就希望在2019年呢 可以更加有效率 和有組織地去討論這些的話題 OK 那說最後一個part 就是究竟收入的來源 是吧 因為這個世界很現實的 如果要運行一盤東西 那我們愛座灣區 雖然是非牟利 雖然是慈善的機構 so far 但是非牟利的機構都要資金的 是吧 那我們做慈善的 都是希望可以請人 可以把行業推高些 搞大些 那這些是完全是合法的 我們慈善機構是可以收取費用 可以收取捐款 OK 而去請人 去幫我們去做某些事情 那樣 但是呢 so far來講 就是我們objectively看 就是客觀性地看 在這一方面 愛座灣區 是完全 是拿個F的 哈哈 就是我們以為 任何事都要很客觀性去看 那拿個F的原因呢 就因為 so far來講 沒有什麼人是有興趣 可以在金錢上去資助我們 OK 即使是生意機會 又或者 promotion 宣傳 又或者是 廣告 什麼東西都好 so far來講 都是無人問津的 哈哈 那這一方面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 始終是一個新的平台 OK 不是很多人認識我們 愛座灣區是什麼 那在灣區 當然有星島日報 有KTSF 有天下衛視 這幾個是主要的 我們講廣東話的人 在三樺市灣區 去吸收我們的資訊 和我們的新聞 而當然這三間公司 也都是 有不少廣告的贊助商 可以維持他們的經營 所以愛座灣區 如果你說和他們這三間公司 去比 那就是 不可能的 這一點 不可能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小弟的構思 其實就是要走一個不同的路線 走一個不同的路線 我們走的路線 因為我們是以拍短片為主 製造出來的產品 以拍短片為主 所以我自己小弟想到的 如果要銷售一些東西 最好就是有一些 靚仔靚女 靚仔靚女 可以譬如 要買一間屋這樣說 做一個open house tour 是不是 這一點我構思 有構思過的 就是做一個virtual open house 因為很多華人 每逢星期日 下午都喜歡 到處去供 看一下open house 這個是我們的文化 而且很多華人也很享受 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夢想 想搬入一間大屋 靚屋 OK 即使你現在已經住在一間屋 你都想 去upgrade 是不是 想整個大一點的backyard 或者其他 所以其實其中一個構思 就是邀請一些靚仔靚女 去做一個open house tour 另外一個想法 亦都是很多華人經營的餐館 餐廳 亦都是需要promote的 好幾時不時都需要promote 去 boost 亦都是想到 有些靚仔靚女 可以拍一些宣傳短片 即是有這個效應 可惜 這方面我們是沒有什麼進步的 沒有什麼進步的 所以接下來的2019年 我想這一部分 我們可以暫時 就要中斷 暫時這個計劃中斷 因為呢 沒有什麼實質上的進步 OK 最後一部分 就是創業家 創業家的灣區訪問 我們做了五個灣區訪問 第一個在2018年 就是這個Chef Chris Chef Chris 我前兩晚都見到他 在他的餐廳 開了個party OK 這個是第一個訪問 第二個訪問 我記得應該就是Christine 就是TJ級 開這個珍珠奶茶店的老闆 第三個就是Stuart Chan 莊錦鎮脊椎治療師 他當然就是參選這個Alameda 但是他很可惜地是落選的 這方面如果我有機會 亦都想再訪問一下 莊醫生 看看究竟 是什麼原因 他好像還是包尾 OK 就是選第尾那個 在一個充滿著 很多華人聚居的地方 好像Alameda 三分之一是華人的人口 為什麼一個華人的競選 可以跑第尾的呢 這個就是 我不是說很肯定 我也是吸收其他人的資訊 所以我都要 有機會的時候 跟莊醫生去核實一下 這個 和找出一下 究竟為什麼 第四個訪問 就是 當然我們都很仰慕的 林修榮先生 林先生 然後第五個 就是最近訪問的 高飛 Goofy 他有一個產品 就是高檔 高級生果茶 我自己本身喝過 其中兩個系列的產品 覺得 在灣區是沒有地方找得到的 在灣區 從來都沒有品嘗過 這麼高質素的水果茶 他的水果 是在外地入口 他說 好像是Hawaii入口 所以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產品 所以 這方面 我們是會繼續做 因為 其實成本 就不是很高 只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安排一下 就可以拍到這些訪問 如果大家 有興趣 你想推廣你的服務 或者你的產品 就可以和我們在灣區聯繫 我們都很希望 可以更加拍攝多些 這一類型的訪問 那Anyway 今天就 講到這裡 我現在在拍攝的 就是在我家裡的一張圖畫 Muhammad Ali 為什麼要拍攝他 因為他是一個相當勇敢 去發表自己的意見的人 他是一個少數族裔 一個非裔的人士 但是當時 美國在打越戰的時候 他竟然就可以 利用他的 這個 拳王的身份 就走出來 跟大家說 我不會參與這個戰爭 的 因為 沒有一個越共的人 曾經叫過 Nigger 這個字 沒有一個越共的人 用過這個 帶有 侮辱成份的 字 來叫我 但是在美國本土裡 他聽過這個字 就很多次了 應該就是 白人 用這個字眼 來叫他 所以 我是很仰慕 一個這樣的人 我自己本身 身處在美國這個地方 我自己知道 美國好的地方 有很多自由 很多人權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現在 go through 一個叫做Tribalism的時間 Tribalism 就是說 我們將每一個黨派 每一個族裔 已經分開了 就是我們的政客 我們的媒體 是完全 鼓勵我們 要排斥其他族裔的人 你看回星島日報 或者聽他的電台 你都已經知道了 早上做的節目 經常都會有人打電話 來講一些 帶有 不是很接納 其他種族的人 的一些語言 現在講的是 我們自己的 華人的社區 都有這一種的現象 所以 我們看KTSF 也是 晚上經常都報道 一些黑人打劫 拉丁美洲的人打劫 很少會報道 白人去做些什麼 去傷害其他人 所以這些很多的 我自己覺得是不公義的事情 我在2019年 也會開始 就像我這個偶像一樣 就是 不怕強權 不怕強權 有一個記者的精神 就是不怕強權 不為強權 而且 不偏不義 不會受任何各界的人影響 總之有那句說那句 黑白分明 OK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拜拜